大家都知道,蒋介石用人讲究三个条件 即浙江人,保定军校背景,黄埔军校背景 其中最典型的当属陈诚 也是蒋介石最倚重的第一心腹 声称,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休 后来陈诚还升任国民党副总裁 中华民国副总统 俨然是蒋介石的接班人 但可惜的是,陈诚1965年就去世了 比蒋介石还早走十年 所以并没有实现当接班人的梦想 但有一个人却实现了这个梦想 当了一回蒋介石的接班人 这个人叫关林征,陕西护县人 跟他同乡的名将还有赵寿山 后来成为第一野战军副司令 当然,关林征并不是接了蒋介石总统的班 而是接了黄埔军校校长的班 关林征毕业于黄埔第一期 众所周知,在黄埔学生中 凭战功升迁最快的是胡宗南 是黄埔学生中的第一个军长 第一个集团军司令 其实,关林征也一点不差 胡宗南升任军长是在1936年 关林征则是在1937年 胡宗南成为集团军总司令 是在1939年8月 而关林征则是在1939年10月 要知道,关林征比胡宗南整整小了9岁 关林征在黄埔军校中是能力出众的佼佼者 不过真正让他受到蒋介石青睐 接连升职的原因 还是他在战争中的突出表现 1930年春 蒋介石与延西山、冯玉祥展开了中原大战 关林征任团长奉命驻守河南高兴 在关林征的英勇作战和正确指挥下 严峰联军攻打了一个月 也没有拿下高兴级 之后关林征为掩护师部撤退 自己率领的一个团 不慎被敌方五个团包围夹击 面对着敌我实力的悬殊 关林征此时也没了法子 就在敌军要展开进一步的进攻之时 树林里大雾弥漫 几米开外就看不清人影了 关林征脑子一转 并没有选择趁务撤退 反而是将计就计下令进攻 山西军在漫天的大雾之中找不到方向 又怕被关林征偷袭 急忙下令撤退 关林征也逃过一劫 同年10月 蒋介石坐镇河南督战 气势汹汹的严峰联军大军压境 关林征却仅仅拥有30个身手不凡的警卫员 埋藏到路边的庄稼地进行分散射击 便拖延了战局10个小时之久 这10个小时不但有效地阻止了敌军攻击 更赢得了宝贵的增援时间 至此 关林征的名字在蒋介石的耳朵中愈发出名 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的在古北口战役中 关林征率25师血战数日 全身被炸伤五处 等走下战场的时候已经成了血人 被人尊称为关公 战后大公报主笔张继鸾亲自为他撰写文章 爱国男儿血洒疆场 但可惜的是国民政府还不想跟日本决战 就把关林征的部队调离了前线 离开前 关林征望着来给他们送行的百姓流着泪说 政府不顾人民安危 下令撤军实在对不起老百姓 1935年 关林征的25师又被命令难撤 避免跟日军发生冲突 关林征义愤填膺 咬碎钢牙 沉痛地说 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 为什么要一撤再撤 身为军人 不能保家卫国 实在是莫大的耻辱 1936年12月12日 张学良深赶日本侵略势力严重 而国共双方过度内耗 必将使中华民族陷于威王之中 联合杨虎城发动了著名的西安事变 并将蒋介石压扣在华清池 消息一出举国震惊 相比于何应钦等一些国民党将领心怀鬼胎不同 关林征对蒋介石被软禁十分着急 听闻胡宗南告知事情原委后泪如雨下 连话都说不清楚 正因此 关林征也成了绝对的保奖派 在得知张扬二人拉拢甘肃省主席马洪奎加入起义兵舰中时 关将军力排众议 对马洪奎小以大意 当今中国局势除蒋公外再无第二人可应对 并让他做出要不扣押自己 要不扣押张扬代表 切不能两面应对的决定 这也在侧面给予张扬大军精神上的沉重打击 蒋介石恢复自由回到南京之后 听闻关林征对自己关切之志也不由得另眼相看 并多次对身边的将领感慨到 雨东忠义之心 堪比前朝关公 1938年全国抗日战争进入到白热化阶段 关林征也担任了国民党军第52军的军长 同年3月 著名的台儿庄战役爆发 关林征所在的第52军负责牵制早庄一代的日军 台儿庄大捷的威名世人皆知 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重大的胜利 现在人提起台儿庄大捷也都会脱口而出一个名字 李宗仁 但实际上在当时公认战绩最大的就是时任52军军长的关林征 连蒋介石都兴奋地说 中国军队如都像52军那样战斗力强 打败日本军队是不成问题的 关林征的战略战术和52军整体的作战水准 给日本人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恼羞成怒的日军组成一支近3000人的步炮协同部队 妄图集中火力消灭52军 在当时日本军队的眼中 中国军队装备差 人员质量参差不齐 战术素养不高 可即便这样 52军不仅消灭了支援的步炮协同部队 耿一鼓作气拿下了台儿庄东北方向的日军阵地 相当于以一个军的力量牵制对抗了台儿庄战役近一半的日军联队 这场战役过后 关林征的名号算是响遍了华夏的每一寸土地 老百姓夸赞关林征和孙连众为关铁拳和孙刚头 表明他们一个进攻犀利 一个防守固若金汤 日本将领甲级战犯板员征四郎高度评价 关林征的一个军等同于普通军队十个军的军力 就连美国的战地记者都将关林征誉为中国的巴顿将军 第一次长沙会战时 关林征任第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 代行总司令之职 率六个军阻击日军第六师团 最终创下了全面抗战以来第一次收复失地的壮举 1945年10月 蒋介石任命关林征为东北保安司令部总司令 与林彪争夺东北 但还没等他上任 就又被改派到云南 担任云南省警备司令 失去了与林彪一决高下的机会 到晚年时 胡脸曾经问过关林征 如果你当年真的去了东北会怎么做 关林征想了想 说我的办法很简单 选一位善战的将军 任他为兵团司令 给他三个精锐的军 明确他的任务就是活捉林彪 城有所不公 地有所不守 以壮大自己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演 当然历史没有假设 关林征的想法在现实中是否行得通 谁也说不准 1947年10月 蒋介石卸去了担任23年的黄浦军校校长一职 把这个影响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位子 交给了关林征 足见对他的器重 1949年8月25日 关林征又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 达到了军事荣誉的顶峰 然而此时的国民政府早已大势已去 关林征再有心也没那力了 几个月后 关林征辞取了所有职务 带着家人去了香港隐居 对这位功勋赫赫的抗战名将 大陆台湾香港本地的第三方势力 都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但他早已看淡了这一切 对所有的邀约都置之不理 1975年4月5日 蒋介石在台湾病逝 关林征听说后沉默良久 然后把当年的衣服翻了出来 郑重地穿在身上 飞去了台北为蒋介石送葬 据说在台北机场 共100多位当年的老部下都自发来迎接他 1980年7月30日 关林征被送进医院 医生们解开他的衣服时都愣住了 因为他的胸前布满了伤痕 层层叠叠 看上去很吓人 这时关林征的夫人淡淡地说了一句 这都是抗战的时候留下的 两天后即8月1日 关林征与世长辞 远在北京的徐向前元帅 亲自发去宴殿 噩耗传来 至为悲痛 黄浦同窗 怀念不已 特此致宴 朱熹节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